马上就到中秋节 炒鱼买回来就别再只会红烧了 事实像我这样一炸一泡 酥脆过瘾 好吃还不腥 他比很多路边老店做成了招牌菜 而且每次去都要排队 首先泡鱼的料汁是关键 锅中线下洋葱大葱和小葱 中小火慢慢炒的微微变火 再加桂皮八角香叶 炒果和花椒 继续炒出这些香料的香味 然后倒入烧开了热水 再按屏幕上的比例倒入料汁 煮开后中火熬个15分钟 熬出香味 捞出香料后再加120克的香醋 继续熬个几分钟 熬的料汁稍微变稠 但愿特别顺滑 倒出来自然放凉 然后将草鱼剁成两指宽的块 不用腌制 直接倒入清水清洗一下后捞出来 彻底空干水分 六七层油温下锅 开大火开始炸 鱼块下锅后先不要动 先炸个两小分钟 将鱼块炸至定型 待鱼块浮起后转中火继续炸 炸至颜色金黄捞起来 让鱼块稍微冷却一下 再升高油温下锅复炸个半分钟 将鱼块彻底炸酥炸脆 这样炸了鱼块放多久都不会回软 稍微放凉后倒入熬好的料汁中 泡个30秒左右马上倒出来 让鱼块刚好吃进料汁的味道 还不影响口感 最后摆盘撒上葱花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炸酥鱼 咸甜酸香 酥脆好吃又下酒 喜欢的赶紧收藏试吃吧